超级英雄里的三大土豪英雄他们的差别在哪 资产差距 根据权威杂志福布斯虚拟人物资产排行 天赋侠的资产是92亿美元 钢铁侠的资产是124亿美元 最为恐怖的是黑豹 9万亿美元 黑豹作为瓦坎达的国王 整个国家的科技实力早就超过地球几十甚至几百年了 更何况震惊这种细有材料在瓦坎达到处都是 所以他有这身家也不为过 汤尼旗下的施塔克工业也比较先进 掌握的科技也至少超前十几年 并且贩卖的是利润最大的武器类 经销商遍布世界各地 所以有这么多钱很正常 至于老爷虽然是一个富商 但是维恩家族还是一个传统的家族 经过了几百年的经营 虽然控制住了歌坛时 但是相比之下市场还是太小了 不过老爷的家族产业更加规范充实 而汤尼施塔克充其量更像一个爆发户 正假 大家都靠战衣进行战斗 其中最弱的是蝙蝠侠 乌斯维恩本身就是一个普通人 充其量练习了非常多的体数 算是比普通人能打很多 他更依赖高科技进行战斗 在战斗中最为亮眼的就是蝙蝠战车 以及蝙蝠战友了 他的战衣中还经常带着一些黑科技小工具 但是这些科技在钢铁侠眼前 就完全不够看的了 那老爷还在用战车的时候 钢铁侠早就用战衣飞到外太空了 Tony制造的战衣功能繁多并且复杂 不管是外太空还是高温低温都能够应付 武器配置也十分强烈 就算是灭霸也能够将其打伤 而黑豹的战衣就比较扣扣扣扣扣的了 虽然说瓦坎达科技十分发达 但是除了有纳尼技术方便携带 和抵挡并释放动能之外 好像就没有什么功能了 相比来说 钢铁侠的战甲最优秀 战衣的数量 都说穷人靠偏异 富人靠科技 土豪的战斗方式就是用钱砸死敌人 其中Tony败架的程度最为夸张 在电影中为自己打造了51套装甲 不管上天入地 打架救灾 都有明确的分工 并且还为蜘蛛侠小辣江浩克都研发了战甲 虾米之虾 蝙蝠侠虽然穷了一些 但是依旧有16套 虽然装备的提升算不上太大 但是有钱人不就是要一天换一件一副吗 最惨的就是我们的国王黑豹了 作为超级英雄里 甚至是漫威时剩最有钱的角色 居然只有一件战衣 向上每对三张的旧衣服 也只有两件 其实在电影中 苏瑞为黑豹研发了不止一件战衣 但是为什么黑豹就只穿这么一件呢 最为合理的解释就是 瓦坎达的科技虽然发达 但是闭关锁国实在太久了 国内又非常和平 不需要战争用的装备 所以临时研发出来的数量不多 剩下的几件需要继续去升级研究 并且战衣是国王的象征 只有喝下了猩猩草药水的人才有资格穿戴 不然瓦坎达有钱有资源科技有发达 人手一件战衣 你也把他打个什么鬼 直接投降算了 不过还是希望黑豹在之后 能够多拥有其他战衣 不然一件衣服天天穿 就算是高科技也得臭了